最近第三发靠谱的新冠疫苗也轰然问世 该疫苗经过大型试验后显示出70%的保护作用 但研究人员表示 如果更改疫苗剂量的话 保护力可以提高到90% 这是研究新冠病毒疫苗的最大重大成果 此前辉瑞和莫德纳研究的疫苗都有95%的保护力 但是比起这两种疫苗 牛津疫苗的研发造价更为便宜 储存更方便 更容易运送到世界各个角落 如果获得监管机构的使用许可 牛津疫苗对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通常疫苗要经过10年的研发过程才会成功 而牛津大学的疫苗 包括辉瑞与莫德纳都只研发了大约10个月的时间 牛津疫苗有超过2万人参与疫苗的实验 其中约半数的参与者在英国 其余在巴西 疫苗试验出现两种结果 接受两次剂量疫苗的人当中 只有30个确诊病例 而那些接受安慰剂注射的人 有101个确诊病例 研究人员表示 平均算起来疫苗起到70%的保护作用 比一般的季节性感冒疫苗更高 那些接受真正疫苗的人 就算是确诊 也没有人并发新冠病毒疾病重症 也没有人需要注眼治疗 但是对大约3000人所做的分析显示 如果将两次疫苗剂量做出稍微修改 第一剂疫苗尽量减半 第二剂全量疫苗 那么保护作用就能提高到90% 分析也显示 仍然具有传染力的无症状患者人数也减少了 由此可见 牛津的这款疫苗 可以说是对新冠病毒起到了全方位 无死角的免疫作用 辉瑞和莫德纳研发的疫苗 都有95%的保护率 而牛津研发的疫苗只有70% 可能有人对此会感到失望 但是事实上任何能够取得50%以上防御力的疫苗 都算是成功 并且正如上文所讲 70%的保护率 也比一般的季节性流感疫苗要更好 那么随着这三款疫苗的三期实验取得成功 大规模上市也在不久的将来 倒是三款疫苗摆在我们眼前 我们到底需要选择哪一款来打入体内呢 首先 疫苗疫苗正应了赵本山的名言 不看广告 看疗效 这三款疫苗目前来看 美国制造更胜一筹 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都已经达到了95%的有效率 而英国产的牛津疫苗 有效率在62%至90%之间 这取决于接种的配比与剂量 所以在疗效这个首要衡量指标中 辉瑞和莫德纳盛 其次就是安全性 根据这三款疫苗发布的三期大规模临床实验中期数据报告显示 目前这三款疫苗都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的安全问题 当然 目前这还不是最终结果 因为最终结果要等到试验者注射两个月以上才可以得到 届时安全性将会得到更为全面的评估 但是参考以往经验 但凡批准上市的疫苗在安全性上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所以大家只要注射合格审批上市的疫苗 都不会出现大的差池 第三 我们来比较一下可操作性 这个指标其实对于注射者来讲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对于疫苗的生产运输和保存 可就有人千差万别 比如辉瑞疫苗 目前的储存条件是零下70摄氏度保存 在正常冰箱温度下 仅可保存5天 而Moderna常规保存环境为零下20摄氏度 正常冰箱中可稳定30天 由此可见 这两款mRNA疫苗对于保存条件相对苛刻 尤其是辉瑞的零下70度 在常规诊所与药房基本很难实现 但是运用病毒载体灭活蛋白技术的牛津疫苗 就完全不同 在常温冰箱温度下便可以正常保存 有效期在半年以上 这对于注射点来说就非常的友好了 想必他们更愿意囤积牛津疫苗为大家注射 第四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 相比于生命 金钱借为粪土 所以这个因素 小编觉得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太放在心上 不过不得不说 在价格方面 牛津可谓是完胜 牛津研发的疫苗售价大约只有三营镑 和一杯咖啡差不多 而辉瑞疫苗价格约15英镑 莫德纳疫苗约25英镑 不过制药业老大哥辉瑞发话了 只要新冠病毒疫情不对 就不会靠新冠疫苗赚钱 所以大家都能打得起 第五 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地域优势 虽然牛津疫苗的合作伙伴 阿斯利康制药公司表示 生产出的疫苗提供任何国家使用 但是英国政府已经预定了米亿剂疫苗 同样美国政府也已经给辉瑞和摩德纳下了上亿几辆订单 毕竟进水楼台先得月 所以基本上能够第一批享受到疫苗的一定是英美两国了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在产量不足的情况下 可能最后就没得挑了 有什么就打什么吧 目前 这三家疫苗厂商都计划在圣诞节前交付出货 所以不出意外 明年第一季度大家都可能会有疫苗护体了 留给新冠病毒猖狂的日子 不多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感谢观看